等一下 我已经打开了 你现在没有 没有独像 所以我刚跑不回来都没穿衣服来 跑满身都是汗 所以发生 我刚才跟你讲 就是提醒了一个什么很关键的东西 对 就是要实现每周百分之一 才能够实现每一年分之五十是不是 对 你讲这没错 对 这个要达到这个标准了 你刚才讲了 就是说这个一百万的话 你要变定 对吧 每个月要 要翻一百万才行 我看到他这个 好了你那个澳元对澳元对美元啊 对 澳元对美元你是买的 对 这一点你发的有一点什么什么 当然了我已经你说跌的比较多了你买 当然是可以 但是实际上情况的话你说 你说美股的市场 是要涨美元就要跌澳元就要涨是不是 你的基于这个这个逻辑 基于就是美元涨 我觉得美元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因为现在有几个问题在里 第一呢 这个这个比特币 对吧 这个比特币呢在涨 比特币我们也相当于一种外汇一样的吧 对吧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呢 当然我我想这个昨天呢 这个英镑呢也涨到很高了 英镑涨到1.39了 今天掉下来一点点 对吧 今天这个呢就是说我 我本来是说今天这个 这个今天这个 美元对加元就是加元 其实是涨了0.4的 你看我把这个 当然我给你讲啊 我们做这个外汇呢 很大程度上呢 你要看到其他的外汇是怎么动的 那他就是都都是关联的嘛 对不对 对 你看今天呢 澳元掉掉 按理说呢是美元是涨的对不对 不是 澳元账澳元掉 美元 澳元对美元 就是美元是涨的 但是呢 澳元对 就是美元对家元呢 美元又是掉的 看到没有 你看我这个 当然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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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说因为我昨天做那个 因为我就怕这个那个什么 这个这个叫什么我就怕那个 那是纳斯拉克的吧 因为这个中国那个政府 就是中国政府啊 就是打压那些高科技的东西了 所以我现在呢就是加元对美元的这个地方呢 我就我就先先停一下因为 这个美元如果是澳元一涨呢 那美元也 那家元也要涨 所以家元现在已经涨了 但是澳元没涨 看到没有 我现在是跟你刚才讲的话 我现在就是权力以赴 现在就干脆搞家元 那不搞澳元 本来他这样一掉吧 你看家元 家元一涨嘛 那美元就是 你像这个外汇吧 你要如果是maximum就是说最大的这个杠杆的话 你看我们现在4000万杠杆 这4000万是4000万澳元 对吧 刚才这个家元差不多涨到 就是说掉的给美元差不多了 你市场不掉的话呢 因为现在不是说市场那种恐慌性的调 你看我这样 一讲这个生事我赞成了 我现在是 我现在就是买澳元 卖美元 然后呢 家元留一点算了 今天这个你看这个 今天这个 NASDA的玉泉涨涨上去了 NASDA涨了0.66了 涨了很多 很多了 对啊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卖澳元肯定是没得错 今天我一天可能是我说我到他关门的时候 他如果把那个0.4涨上去 我就涨了 20万了 这玉泉涨可能的 现在看这个 你看到没有 SDI现在也涨了开始 对 因为现在 NASDA现在就是 昨天按理说 就是像今天这个情况 按理说 因为这个 这两天 这个高科技股票 都是 你报结果 他结果肯定不会坏的 是吧 那个东西 NASDA一般都还是反应在图形 像我昨天晚上 大概十一天 十天多 十一天 我看他要图形了 看他图形了 NASDA这图形 你看就只是那个涨势 但是PY他们虽然就是 开盘高开之后 肥条 补控了之后啊 但那整体还是一个强势 知道吧 所以他今天为什么讲 他这个 今天为什么要走长 你看NASDA走得很强嘛 下个新闻是这样回事 就是说 在史上 这图形像已经反映了 这个我们讲市场的人气 要涨要跌 就是我们讲 还是一个概率吧 你也不是百分之百 就是W189啊 他还是反映在图形上面 对 你看NASDA长了百分之零点七 就长了很多了 你知道吧 对 许先生他这个市场情绪 就是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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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对吧 嗯 如果是 呢 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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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如果像今天这种情况呢 只要能够像这样的话 今天是 是比较稳定的 今天那个波音它就涨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美元就会掉 你知道吗 因为你说这个澳元嘛 其实是掉到很低的地方了 因为昨天呢 这个英镑呢 就是说 这两天涨了很多天了 昨天涨到最高的地方 今天掉了一点点 对吧 对吧 现在就这样 现在总的来讲呢 就是说 你刚才 你那天昨天讲了 你就看到这个三大指数 对吧 这个三大指数呢 在白天的话呢 用它来作为一个 一个指标 老唐 我跟你讲过什么东西 你比如说 你刚才讲的 这个如果收款之后 按照预计 你会赚很多钱 对 我跟你讲过什么东西 那就是说 我的原则 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低买高卖 这个原则 倒不错 但是多低 算低 这个是不是 这有这个问题 还有问题在里面 首先你要知道 这个 现在有几个 所有的因素 就是说 第一 这三大指数 没有大碍 对吧 这是第一条 第二呢 比特币也在涨 这有第二条 第三条呢 这个奥远呢 就是按理说 它是一种货币 如果像这样的话呢 你要人就是 按图子来就看了 那可能是不是 说到了最低 但是呢 你要 你要从这些 刚才我讲的这些因素 来分析的话呢 它应该是很低一点 你看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奥远这个 日图吧 你看 他取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 是不是 你看到没有 你看看 没有声音啊 没声音啊 看到看到我刚才那个 在这个位置上 我看到了 我看到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他超跌了 这个你讲没讲错 欧远 超跌了 但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我从这图形来看 我认为他还往下走 这就可能会影响 你比如说你现在亏了三万多 你本费都问你 成为这么大的往下一走的话 就是会会的比较重 这样会导致于 你想实现在二十万的时候 会影响这个 我跟你讲这个什么意思概念 就是说 因为这个方向 是关键 当然这个 你想这个市场一涨了之后 美元会跌 导致于澳元的就会涨 当然这个有可能的澳元 会在这里会不动 可能有这个可能性的 今天早上我澳元已经涨了一大把了 后来掉下去了 对吧 你看并且这个外汇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你看他的动作不停你看到没有 对 动作不停的你不能说 他他十四克就都在那边变 你看吧 他并且方向是一直在变 你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 看到没有 现在马上就 因为我这个数字是你看四千万嘛 所以他稍微动一点点 我那个钱就 就很多了 他比方说这样 那还有呢就是说你就是他涨上来你就卖掉掉下去 你买上来 嗯 对吧 今天早上呢就是 那个家园时间涨 突然一下就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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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变定 他开始的今天早上家园涨了0.4 将近 对吧 你看他突然就那个了 不跟你讲你没看到我每次基本上是外汇里面是很准的 因为我对昨天那个纳斯拉来昨天前天这两天 因为我想第一 这个比较高了对吧 我现在这个澳元来确实是比较低了是吧 因为从高区掉下来是很厉害的啊 挡得挡不住啊 是的还有一个史上这个这个股票上是一个 很关键的东西股票上只要不跌涨的话 再就把那个方向给定住了 对 他就不会使劲捅下去 如果是如果是股票市场一跌 就像昨天那种情况 那美元马上就反弹了 对那美元马上就反弹了 大家都那个就是 他们都是讲就risk of risk of 对吧 对对对 他这个东西是摆在这里的 你不看这个东西就就没有方向了 我们讲的方向是这个方向的吧 对对 你讲的没错 这就非常我昨天晚上跟你讲的吧 就是按照我昨天 就是实际上第二天的行情 基本上头一天 基本上就可以 可以看得出来 多多少少是看得出来 还有个人就是说 你昨天比如说 看我昨天晚上大概10点 11点钟 是跟你讲第二天的行情之后 像今天早上那种下跌 很多人 就害怕就跑出去了 但是专家的话他可能他就解 你你卖他就解卖他就解是不是 对 你卖了他就买的嘛 对卖了就买了 他全买掉了你看 这时候你在纳斯达特涨了0.7475 对 SPY也涨了 大雄10也涨了 现在 对 大雄10也涨上去了 嗯 我跟你讲 我现在刚才根据你讲的 我每个礼拜赚到20万 我就是100万 不过呢你帮我看到一下 就比较更稳一点 主要我 我的方向我还主要是看 埃及市场的股市你知道吧 对 因为我把那个埃及市场一看了之后呢 你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对啊 我现在讲 比方说今天这个二次市场 他会走到 反正是最最多的好像是 应该会走到2点钟那个时候 今天不是那个联邦 一个区区局吧 他不是开完会以后要 谈谈他的感想 对吧 他的预期嘛 他开会 你讲这个事情的是这样的 他那个 他那个 edge上来 他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就是反卷时段 对 反卷时段的话 2点半是一个反卷时段 还有一个就是 他有时候跟你讲 他走到1点半的时候 走到1点半的时候 他就如果比如说2点半有新闻 是吧 2点一个有新闻 他走到1点或者1点半这个时候 对他的position change 你要注意到他一般是 要不然他来不及反应 他一般都提前 一个小时候 两个小时 当小时他就给你反应了 像是有个英国公司是这样的 他半个小时之前把你所有的位置都把它空掉 那是的 因为总是在那个时候变化 但是有时候 我呢 今天我给你讲 今天我 2点钟的时候我做给你看 就是说 我最喜欢的就是 市场波动大的时候 你知道吧 就是说2点钟那个就是 公布那个会议记录的时候 那个时候 我就 我就把这个路给你看看 对 你这个开走文 我们这个用开走文 我吃个早餐 我发现有电脑东西 水池可以沟通水池可以聊 好不好 对对对对好 好 你先你还没吃饭 没有 我刚跑步回来 那好好 那你先吃吧 2 unit 这家传续 进一下 你看看能不能 这家传续 是 可以 这家传续 也 还 有一点 空 一 可以 几个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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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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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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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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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对吧 是这个意思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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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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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9 对吧 对吧 哎 听听听说 哎,还有钱 今天他还没回信 QQQ要掉两块钱,那就要很多了 QQ要掉三块钱 掉三块钱就很多了 看这个准不准 我现在这个时候都不好掉了 这个我好像我有点意义 打电话了 喂,你好 喂,王总,你好 多久啊 好,那行 我现在还不是,我跟那个 这个Peter,我们那个孟总,我要告诉他 半个小时 孟总怎么样 在哪里见面 在我这里他说 跟谁啊 Jesmy嘛 三点钟怎么样呢 能不能稳 三点钟吗 好,三点啊 好,我马上给你发 两点半也没问题 两点半没问题 那就三点吧 三点 OK 两点半我们两个Joy就看完了 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把这个Joy弄完 我刚才给你讲这个这个趋势啊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我还忘了这个 你说我我刚才这个PlusO都没有办法 你没办法的用完呢 不是这里没有 我是这里 我另外一个账号 你空的没什么 没有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 我没买到 是因为这个 没有原因 三点啊 可以的 我们三点给他聊聊 还有跟他合作比较好一点 可能 对就是一个一个的来 不要一起粉厚 对对 不 如果我们要做我们这个生意 一个个来就没事 对吧 你本来说几个人合猪的话 那 那一个个来就不对了吧 对不对 不是 合作的话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要先要有commitment之后啊 要把他 他没有什么后顾自由之后 定下来之后再追加人 就是一起找第三个人 而不是 而不是他在这个犹豫当中 那我们昨天 那个 麦克 我们不是讲的 基本上 就是说 说服老梗 不是我们去说服 应该是麦克尔去说服 那就好办了 如果老麦克尔去说服老梗 麦克尔去说服老梗 好像他们今天谈的 跟多天我们谈的都不一样 没错 他们今天谈的 因为呢 人是这样 他就 换了个位置以后啊 换了个地点呢 有想法就不一样了 不是 他们每个人都在想 自己要多少钱 怎么弄他自己的事情 当然 当然我们在跟别人谈的时候 我们就看怎么样帮到他们了 是不是 那么只讲我们事情 别人不感兴趣 对 我现在 我跟你讲 你要你从你这个投资来看 那你可能是对的 但是根据今天的情况来看来 这样是不对的 你知道为什么吧 你讲的没错 就是说图形 从图形来看 我跟你讲 还要讲一个实际情况啊 嗯 他实际上的方向还是没转的 还是往上的趋势没变 你知道吧 这最核心的东西在这里 不 不单独是这个种事 因为 今天的问题在哪里来 嗯 就是两点钟的时候 他有废议是吧 他这个会议是可以改变所有的事情 没错的 就是任何的技术分析啊 基于没有新闻的情况下 有新闻他什么都会改变 你讲的没错了 对 所以你要如果按照你那个 垂直去 那就麻烦了 因为现在的话 他这个第一呢 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在那里 清理位置 没错 还为什么讲我讲 为什么不能做过股的原因 知道吧 因为过股 我可以讲 做过股肯定是 增长50%的 对 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消息 他会改变你的图形的 对 所以呢 我我们这一点是相同的 就是说 一定是指数的 嗯 对这个一定要是 要是指数来 外汇也可以 我给你讲吧 嗯 其实呢 你这个说要做到1% 你知道用这个杠杆的话呢 你这个杠杆的话呢 他就波动幅度大 我给你讲啊 嗯 你就是做外汇也是这样的 如果我跟你讲啊 你假如比方说 无论是做英镑 或者是澳元家园啊 你如果没有杠杆的情况下 你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你就 目标是1% 对吧 特别是像你一样有耐心 对吧 市场他 掉了1% 或者涨了1% 对吧 因为你你很难说 预测到他马上也涨1% 对吧 嗯 你也很难预测到掉1% 对不对 他说涨了1% 你回去是2% 但2%就不得了了 你就 把那个方向走就行了 对吧 他肯定不会说 蹦一下子就是一天就 当然了你要看到这个图字很厉害 一直往上走有可能的 对吧 就只要是因为怎么来 往往我为什么做不到1%呢 往往因为是剥夺幅度大了以后 你假如说啊 你用10%的资金对吧 你一个连续掉4天 就是4% 这个你用10%的资金啊 不是假如比如说连续掉10%吧 对吧 嗯 那连续掉10% 你就40%没有了吧 对吧 嗯 如果掉5天你就把50%没有了吧 对不对 嗯 那你要这个时候你再翻回来 要赚100%还是很难的 对吧 对 如果你只掉了1%对吧 所以你 你这个礼拜没涨到1%你下个礼拜肯定2%有可能有得了 对 对吧 所以说亏的时候一定要小亏 一定不是一定是 亏的亏的幅度不能超过 长的幅度 这就是引导的 硬道理啊 这就是 为什么是为什么不会敲低的 为什么 掉的速度 就是幅度不会大于长的幅度来 就是第一你没有杠杆 第二呢就时间强度也差不多 你假如比方说最好是用一天计算 就是你白天晚上这种啊 你买了以后不要去看他 对吧 你白天也是这样你买了以后不要看他 你觉得今天是咋你就买了咋 没错就不用情绪去感染他 你本来还没转着口你去把它弄掉了是不是 对 你掉的时候你肯定不会出来 对 长的时候你肯定是百分之百你就走了 人呢是往往是看着人性来的 如果你长到百分之 0.5%了对不对 你就怕他掉 你就跑出来了 对吧 当你掉到百分之0.5%的时候呢 你就想着他长 你就 就是 你就你要怕他长回来 他不长回来 他一路掉下去 所以就是这个幅度 控制的问题 你懂吧 所以这个 这个是弄不弄的 就是说 就是这个 幅度决定你成败啊 所以我们讲风险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讲百分之1来不单单是说百分之1 你每天赚百分之1 就是你掉也是掉百分之1 你懂吧 就是 所谓的涨百分之1来理论是 是一种风险控制理论 不是说人家讲什么骗人的理论 对吧 因为你这个幅度大了以后 你搬本很难打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 你当你掉的多的时候 你很难的搬回来 对吧 你长一点点的时候 你肯定就走掉了 这个是 决定这个 决定这个Trader 这个交易员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吧 如果一个交易员 他亏的幅度比 赚的幅度大 对吧 那这就就就麻烦 所以你要做一个 你想不想做做做这个百分之5 再来这个来 那就要猛打猛冲的 那就是在你的胆量去了 啊 你了这个胆量不行 你你掉一点点的时候 你就 啊 不是 振一点点肯定浏掉了 坐一点点来",死心加疮了 加在他一家,然后他妈里他拧不起来, 那不就死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原理的问题。 我那个时候以前的时候赚钱,为什么赚得最好的时候呢? 我们满命学方式不能动的。 你看不到价格变化,你收盘才看得到。 对,你不能看,没得看。 你看他有没有用。 一天只有一次。 你慢点一点。 还是要小心的吧。 我给你讲啊,我以前是做Metal Fund的时候没有哪个礼拜亏钱的。 后来涨到,涨到真是不是50%,明明有90%,100%多。 第一,不能乱动。 第二,没有杠杆。 第三呢,是中国市场。 你看这几个因素混在一起。 你懂吗? 这个是中国市场。 是中国市场,香港市场。 同学市场。 是中国市场。 那些 тот,是中国市场。 对,在中国市场。 对。 就是中国市场。 对。 对,需求旅行。 对,需求旅行。 OK 你知道吧 就是如果股票 或者是市场 它没有方向的时候 这时候呢 你就做这种盘整 就是量大的话 也是赚很多钱 没错 对呀 实际上没有方向 盘整了 换来搞去 你如果不小心 也会亏很多钱 这个盘整还更赚钱 慢慢来着 对 这个盘整呢 如果说那个的话 一般赚钱 就是在这种时候 赚钱的比较稳 对吧 大家都不敢做的时候 你就就上下搞 左边搞 右边搞 上下浮动 上下求说 他有时候呢 你看着他长那么多 你就卖掉一些 但是你要如果用一个margin account 如果你在做本子以来 margin account 你就必须就跟你讲的话 这个一百万 一个礼拜要赚二十万 就是自小的 对吧 你没赚本子二十地方 你 你 你搞不到的那个 你想的目标 打不到 打得到 打得到 肯定打得到 我跟你讲 我问你 就是说 你有事 程序情况 是吧 有事 程序情况 就是什么情况呢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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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那个杰斯米的老公是意大利人是吧 你说什么 杰斯米啊 他的老公是意大利人是吧 他是南京的 不是他老公啊 他老公是 可能是意大利人还是 可能是意大利人 你要搞建筑的话 只有意大利人找的 对啊 他是搞建筑的嘛 不过我给讲啊 就像那天 我们去 对吧 搞活动 像杰斯米这种人呢 就组织活动呢 特别合适 是吧 他比较合跃 对啊 他比较合跃 然后他 我跟你讲 我在中国的时候 把他那些组织人啊 他首先把你 你这些演讲的人 介绍得非常的到位 没错 先梳理 梳理危险吧 在观众里面 把那个情绪 一较动起来了 然后你再去讲 对吧 是不是 没错 就不一样了 我以前的时候也讲 比较适应人的地方来 我都不是 我都是讲我自己的故事 因为熟嘛 对吧 对 马上就快两点钟了 你看 现在这个 这个架给拉开了 你看到这个架了吗 你看 憋了已经 刀刀刑事下去了 No change Everybody knows 刀刑事开始下跌了 看了吧 对 刀刑事 你看 这就 从刚才我们讲 DII 往下面 一下就 砸了 砸了一块钱 就坦证了 他这里啊 一般的这种活动 两头做的 把我涨在边境吊着了 你看 为什么我跟你讲 要买美元 就这意思 那么你知道我 我现在就是 的那个肠胃 你知道吧 对 你要知道 我现在建的肠胃 是什么状况呢 对 因为我 我的那个肠胃 我是选着 他的方向来干的 所以说 他的那个 你看看 我的那个肠胃 现在我跟你讲 其实不用担心 你看 他很快就 涨后来了 你看 不是 那个我讲的 美元对 加元 这个事情 如果你有 就像我讲 有profit 就要平的 就像你刚才讲的 你如果有profit 不平的话 你又会 拿回去了 拿回去了 就是说 这个时候 有钱 你会先 收掉一部分钱 你看 这变化很大 其实也没什么事情 只不过是 他要 把 两边的位置 搞掉 你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那个偶元对美元 大跌 你看 偶元对美元 没有 不是 偶元对美元 偶元对美元 刚才是大跌了 到里面 起三二 是吧 我刚才 我刚才 不是讲的 到里面 起三六 没卖到 就说到里面 起三五 卖出去了 现在涨上来了 没有 还在往下走 没有 上来了 上来一点 但是还是 往上 很快就下去了 你看 为什么 我刚才 就是 我的床位不中 我只卖了 这个 我是你 我刚才如果出来的话 我一下子掉下去 我就买了 我平时这样的 现在我不用担心 你看 嗯 我现在就是 卖 卖奥远 你现在卖奥远 危险啊 不是 我在零点 七三五 卖的吧 哦 反正不是 往上走 到不了零点 七三六 我就 我就在下面 零点 七三五 卖的吧 那你现在 看过了 我也看过了 看过了 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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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啊 我总共才卖三手啊 卖的比较少吧 留一手吧 这个过程的话呢 你想赚快钱也可以 就是不扭它也可以 就赚了 拿到手在锁 你看到没有 厉害啊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到没有 涨上来了吗 对对 很厉害啊 我跟你讲 它这个波动 就是波动过程中 也是很厉害 不波动 我都不动 我都不动 你看嘛 它这里啊 你只要 倒进指数 不往下走 你就不用 不用担心 哦 刀琼琼师 刚才下去 上来了啊 啊 刀琼师啊 刚才下去 又上来了 对呀 实际上你看 他们两个都 就像你讲的 两边都洗 两边洗清出来 就就就 哪怕就 你就放它搞了 两边都洗洗掉了 就是买地 被被搞掉了 买地被它搞掉了 对 一一一一般的情况 都是有杠杆的 对 今天是个核心的事情 今天这个 今天这个 就是吧 银棒你看到没有 银棒没怎么重的 他这个外汇就是这个庄家啊 他就靠这样的两边跟你搞稿子吧 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就是有限被两边摆单吧 是不是 对 把这边搞掉了 我刚才 因为我是 我是卖了银棒也买了美元 又卖了欧元 你知道吧 对 那么我这个 当当那个 盗雄师往下一扎的时候啊 三个配置性都同时 也就是引爆力 这时候呢 你知道吧 要迅速就品 实际上不应该建三个配置性 建一个就可以了 对 建一个就可以很快就品 你知道到这我我平了欧元地方的 然后 欧元不是家元和那个 银棒来不及平了 最后没赚了钱 就当然你知道我那个欧元 那就赚了一万八 那其他的没赚了钱 最后还是赚了 赚了两万多块钱吗 对 你现在还可以买 买进去 我就不做了 就是为什么呢 我跟你讲 因为我一天守守守守 就守到一趟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意思 对 像今天这种情况呢 你知道为什么呢 我跟你讲 现在没有大碍 你知道吗 没错 然后呢 又有 又有今天晚上报结果 今天晚上Facebook报结果 明天晚上呢 又是又有个报结果 这都是好结果 这时候 对吧 所以的市场不会大掉 你看现在的那个 欧元对美元呢 对 他这个还是要往下走 你看 我虽然是平掉了 但是你看他的架式 还是要往下走 你说欧元对 欧元对美元 还是往下走 对 现在上来很多了 上来很多 但是还是要往下走 就是说不能去让他 现在美元对 美元对夹元上去了 你知道 你看刚才 刚才这个美元涨多少 涨在1.26了 对 我知道 港元下来到1.26 就是当我 就是我跟你讲 当我要处货的位置 实际上我没有把这个 处货的单子放好吧 你知道吧 对 最后你帮我 我用 就是因为什么 反正要准备品尝的位置 先放好 要不然的话 你他一下过了之后 回来之后 你常会大 你没品到 是不是 对 因为我今天这个 对徐赛看过 一直看到美元要涨的 美元涨 澳元跌 对 所以我一直在布局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慢慢跌跌 跌到低一点 我才会买的 对 你看澳元现在又下去了 现在是跌了0.38了 你知道吗 现在基本上比较稳定 而且他破了前期 底点的话 他就就是 他对 涨跌都不是什么 太大的事情 对吧 嗯 应该就那是打开没下去啊 他就是因为他昨天跌太多了 一会儿是 不 关键问题是今天晚上有那个Facebook 哦 他们有有有有好消息是吧 这个这一周是叫Hightech周 哦 你 你看 老唐啊 嗯 你看这个Position 我跟你讲这个美元加元啊 对 我知道你是赚了一点钱 但是如果你一旦搞反了之后啊 对 你把所有的钱全部都洗掉了 啊 对 那我呢就是 我就只做一趟 但是我 刚才我 赚了不动了 我刚才做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做了 翻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 做三个Position 实际上三个Position 对房线是一样的 有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那我都做的话 必须要把三个品仓盘放上 刚才我没放 当然先路 我现在品牌肯定是赚钱的 但是我看到没赚钱 我又把它品掉了 为什么 因为我去品澳元美元 澳元美元的一下子 矿的一下子 还是赚了两万八 后面变了一万八 我肯定把一万八先把它拿掉下 是不是 对 那其他的 我就慢一点就没赚了 但是的话呢 现在也上了 但是后发了 就是说 因为这三个Position 三都是一个方向 说白了 对 就只要做一个方向 就可以 做一个Position 就可以了 对呀 我现在买了 就是Shot油了 不是这个像 油我看一看 我今天不担心 我看看油 你是做的是USO是吧 对 不是 S-U-O HELLO 对呀 怎么 可以在家里 在这 我有眼没办法 你看 你看 我这就回来了 对对 等我看到了 这是乃飞的扯吧 就是说 你乃飞的扯的时候 你要把它平掉 不平掉钱 又没有了 对 刚刚起来就跟没有一样的 他楼我来飞的扯的话 就是你买的也赚钱 卖也赚钱 对呀 你知道那个 David留啊 他不断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给你干什么 说不完全 你知道我上次不跟你讲 他有一个那个 那个区块链的一个平台吧 对 实际上我跟你讲啊 这些平台 你在怎么搞 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搞浪费 浪费时间 还没什么钱 还想把别人 扩进来 然后 怎么讲呢 就是 就是什么 没有把事情想好 你原来见面干什么 人家也烦你 你不觉得没什么料 是不是 对 说是没意思 那是把时间都浪费了 请我准备 我准备出发 对对对 我准备准备了 我准备了 我准备 fit review 一reens 都有 准备写 有吧 打招呼 中文字幕——YK 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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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YK